官宣 库里再次手术 骑士正式交易乐福 尼克斯挖马次墙角 来自铭记Shames的消息 库里受伤的左手再次进行了手术 除此主要的目前是取出上一次手术的钢钉 骑士在詹姆斯离开后失去了曝光率 战绩也是一落千丈 目前5胜15负东部第13 球队摆烂重建之路任重而道远 来自权威媒体报道 骑士目前已经将大前锋凯文乐福摆上了货架 正在积极地听取其他球队的报价 赛季至今 乐福出战17场比赛状态不如从前 在场均31分钟的出场时间里 得到16.7分加10.7个篮板加2.8次助攻 投篮命中率有44.6% 3分命中率37.6% 由于球队战绩东部倒数 在残富雄鹿44分遭遇7连败之后 尼克斯主帅菲兹戴尔城今年首位被炒的教练 已经任命助理教练迈克米勒担任临时主教练 据报道球队有1000下贝基哈蒙成为主教练 贝基哈蒙目前是马次的首席女助教 贝哈蒙目前是马次的首席女助教练 贝哈蒙目前是马次的首席女助教练